大家好, 今天就預備和大家做一個 肉脂豆腐蒸水蛋的分享 材料很簡單, 肉脂豆腐一條, 蛋三隻 預備一點點蔥花, 最後蒸好了之後 鋪在上面, 之後會調一個醬油汁 然後淋上去, 蒸好之後淋上去, 再蘸一點點蔬油 做法跟之前有一點點不同的 之前的水蛋的做法, 味道就是從裡面帶出來的 而這次呢, 豆腐和蛋的味道是比較淡 所以我做的醬汁, 淋在上面, 再蘸熟油 就希望做到味道是從外面帶進去裡面 所以調轉了那個做法 首先來打開這個肉脂豆腐 先跟大家說說我自己處理肉脂豆腐的手法 不知道和大家會不會有一點點不同 稍後再繼續 先跟大家說說我平時處理肉脂豆腐的方法 買回來就只有一條條, 很便宜 好像大概都不用兩塊一條 我會在中間切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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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些空氣進去 它是整條出來的, 兩邊都一樣 因為它現在是真空狀態 只要你一切穿了那個洞 它會整條脫掉出來的 然後再切開它 然後再切開一塊塊 一開三 一開四 切開一片片 一會兒就鋪在碟底上 再淋一些蛋漿上去 就這樣來蒸 所以就是又簡單又經濟又易做又便宜 待會 埋下蒸籠 我蒸的時候再和大家繼續 蒸這個水蛋之前 調好豉油汁 這個碗裡有一湯匙的滾水 接著就加 半茶匙的 糖 用了滾水 就先融掉 然後加半茶匙的美極 一茶匙的生抽 拌勻之後你可以試試味 根據你個人的口味來做一個加減的 這個是我的習慣 就是這個比例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好了 待會到蒸蛋的時候再繼續 這個蒸籠的水就沸騰了 開始來蒸這個水蛋 不一樣的平板 一定要用一均拿起的蓋 不要被完全封密 接著將火 還用一個小火 這樣 十分鐘之後再繼續 講一下 剛才蛋漿倒進去的時候 我沒有開機了 如果你是趕不及時間 你炸蛋有很多泡 用它拆來拆去拆去 就不會拆去泡 好 十分鐘之後繼續 好了 水蛋蒸了十分鐘多一點 差不多十二分鐘 蒸好了 我現在就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 然後我就淋一些 醬油上去 大家看到已經是滲滲滲滲滲滲 淋了醬油上去 然後就加了醬油 把鏡頭在後面再繼續 好了 加了一些蔥包 和我淋了 一個平湯匙的油 現在就加了醬油上去 我習慣是下油才下醬油的 因為我不想 因為一次過下醬油才下油 那些醬油就會吸收到蛋裡 一旦有些油價格 就會好看 也會好熟一點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的分享 喜歡的朋友就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給我一個Like 和Share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 Follow主題曲IG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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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